我们在加资料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insert into table名 好几个栏位一次加多笔的记录 也就是说 我多笔的record一次要加 这是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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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insert into table 括号哪个栏位指定好之后 values对应的内容放进去 这一笔 括号又对应的内容 又括号对应的内容 所以是一笔record 一笔record 一笔record 对应到这些栏位 整个结束分号 所以我像这个insert into test values 那我这里头直接是11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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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也就是说 我目前没有指定栏位 它就按你建立结构的顺序 第一个栏位 第二个栏位 你要显示所有table的结构 就是你就点schema schema就看它的结构架构 所以做一下练习 我建立testtable 结构为name跟telephone 这里用var 接受你到了maryntb 就不要用var 那testtable一次新增三笔记录 这三笔 显示testtable的内所有的记录 查询既有的table 那这几题呢 我就直接用这边讲了 建立testtable values对应第一笔 逗号第二笔 逗号分号结束 对应的栏位就发上去啦 然后slack新号fronttest 就是看里头的内容啦 查询既有的table 点命令 点table 就出现 刚才建立了一个person 现在又建立一个test 删除table test内所有的内容 你是delete fromtable tabble名称叫test 资料清干干净 所以呢 你就点table 你发现到table的名称还在 可是没资料啦 所以我就slack信号frontest 刚才已经被我delete fromtest 所以它的记录都清空啦 你看所有的栏位table的资料空的 查询所有table的结果 你就点schema 它会包括你刚才createperson的时候 你给的结构 还有你createtest给的结构 都出现啦 新增三笔资料 你再加三笔 就insert intotest values一二 你有多文字嘛 所以要加单引号或双引号 显示所有的内容 信号fromtest 所以整个做完 各位自己试试看 这一题比较简单 有没有办法不要看我的解答 我刚刚已经讲过啦 用自己背的 自己来做 命令把它吃下去 做做看 做好的 写吧 给各位时间充裕 你尽量用 自己用背的直接打 命令要吃下来 已经等于练习三个啦 应该建资料 建结构 应该很简单的 建table createtable table名称 它的结构 用括号括起来 里头的栏位 名称 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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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个另外的栏位 那一定是栏位名称 空一个结构 栏号 另一个栏位名称 空个结构 是什么形态 整个结束 别忘了分号 加资料 insert into 哪个table values 然后括号 哪个栏位 中间用豆点隔开 对应的资料 是什么 看所有资料 select信号 fromtable名称 要加条件 where 哪个栏位 等于什么内容 文字加双引号 单引号 数字直接写